继续带来看到原住民族立委吴丽华16号透露一桩原住民青年在柬埔寨遇害惨事 那这名青年疑似是被人蛇集团胁迫招揽朋友来到柬埔寨 那么他突然对好朋友写出了一句你不要来 那么自己却在8月1号的时候遭到杀害 那么根据了解目前花莲县大约有70多名的青年前往柬埔寨 马兴男子妹妹17日证实立委吴丽华说到的个案是他的亲哥哥 他表示哥哥在5月请他帮忙寄护照说要出国 为的是赚钱过好一点的生活并清偿一些债务 妹妹追问工作是否安全哥哥要小心 我就直接打野他朋友说你有没有看到吴哥 啊为什么没有回讯息也没有接电话 他说他出一点事情了晚一点公司会有人告诉你这样 然后我就一直等我就说为什么有话就不直接讲 就直接说就好了 后面他就说好 他就讲他就说你哥哥因为毒品过量过失 我说怎么怎么可能 可是当下我心情是就是很难过 所以我没有多讲什么 然后后面我是透过一些管道 从外交部到越南胡志明市再转交到节目在台湾商会 然后确实确定马上这个人走了 对然后确定他走了之后 因为我们我有看到照片了嘛 一提照 我看到我就确定好他走了 立伟和家属在记者会中表示 年仅22岁傅监不在 两个月就死亡 一开始说喝到毒酒又说吸毒过量死亡 死因沉迷也呼吁政府应该成立跨国机制 拯救受困的国人打击人蛇诈骗集团 拯救国人的安全 记者林杰凤林郑采访报道